你好 欢迎收看中天五金新闻 我是黄宇清 新闻一开始马上要代言关系的是 牵动台美关系的食品卫生管理法修法 在下个礼拜二就要三读通过 而到时候呢 将会明文禁止美国牛肉内脏的绞肉进口 也引放了美方的不满 总统现在为了要灭火发出了邀请函 想要宴请国民党立委来沟通 不过却发生了蓝颜立委并不领情 他们炮轰决策前不沟通 现在要补破网已经来不及了 这张邀请卡就是马总统要要立委们 到总统府参训的邀请卡 可以看得出来为了美牛修法 马总统真的是伤透脑筋 马总统亲自邀约立委参训 时间定在美牛修法三读通过后的 星期二晚上六点半 地点还选在总统府大礼堂 相当重视美牛风暴立委的反应 美牛世界已经弄成这个样子 还有什么好沟通的 事实上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前几次的那个餐序或 前几次的座谈建议的很多 那到底有哪一件听进去 也没有 那这样的沟通 总统如果是要摸头 这样的沟通是没有用的 不满马政府事前欠沟通 事后补破网根本没用 再上这场餐序 已经是马总统第六度邀约立委 每次邀宴都是因为行政部门 和立委沟通不良 他会很专心的听 会做笔记 那会点头 可是呢 事后来观察总统 这个沟通跟清晰的效果 是不是就不是那么样的好 那总统旁边的人 很多人不见得了解民意的 他可能把总统蒙蔽了 开放免留前 没有和民意充分沟通 惹出民怨后 现在才要邀约立委 要沟通 难怪自家人也不领情 征选黄宝通 离家人台北 采访报告